不一之交 战国时期 齐国有一个著名的大臣 人们尊称他为孟长军 孟长军家里有两千多食客 食客就是寄居在他家里的客人 孟长军给他们吃的东西和住的地方 他们就帮助孟长军出主意做事 其中有一个食客 他喜欢上了孟长军的小妾 两个人打算私奔 这件事被孟长军知道了 别人都以为孟长军一定会杀掉那个食客 可是孟长军却平静地说 看到美丽的人 无论是谁都会行动 也不怪这个食客 于是就没有杀他 后来孟长军发现这个食客很有能力 就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 魏国的国君 孟长军叫人准备好车马 对食客说 我和魏国的国君当初还是平民的时候就有交情了 现在我把你推荐给他 希望你去了以后好好做事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这个时刻看到孟长军不仅没有杀了自己 现在还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既感动又羞愧 他告别了孟长军坐着车去魏国了 食客来到魏国以后 因为他才华出众 魏国国君很器重他 后来西国和魏国的关系恶化了 有一次 魏国国君联合了其他国家的许多军队 想要攻打齐国 这时 那个时刻站出来对魏军说 齐国的孟长军是一个很仁义的人 我当初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不仅没有责怪我 还在您的面前称赞我 而且我听说 齐国和魏国曾经相互许诺 永远不攻打对方 现在您却背弃了这个承诺 如果您坚持要攻打齐国 那么我现在就和您同归于尽 魏国国君看到时刻拿性命来威胁 又想到与齐国为敌 终究不是好事 于是就下令放弃攻打齐国 中华成语小课堂 不一之交 正读不一之交 是意不一平民 用来指贫贱百姓之间的交往 也指显贵与无关职的人相交往 出处 汉 刘相 战国策 齐策三 用法举例 我们两人当初是不一之交 现在他有钱了 就不认我这个朋友 我很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